我是老木 唉 我都不记得 我是第几次被抓进监狱了 这次 居然是因为才撕了一只蚂蚁 哪里来的蚂蚁 不过没关系 作为越狱老司机的我 和大叔学在一起 轻松越狱的 新的行动计划 开始了 让我先迈出 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老木 你关个电子打扫这么慢了 快点 又等你了 闭嘴 不要破坏气氛 实际到了 大叔 行动 门我扛住了 你倒是可进去啊 别急嘛 越是危险的地方 就越要闲停信步 啥 观众朋友问我们在做啥 这 虽然说起来天长地久 但事情是这样的 学仔 你到底听到啥没有 别急嘛 这可是我烤糊了50个蟹饼 才攒个钱打出去的电话 哦 他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喷气背包 哇 听起来超酷的 听起来超酷的 但是 听起来也很难的 问题不大 去监管者的宿舍 从工具就好啦 这问题很炸啊 哎呀又怎么难的 不是抢一把钥匙开门的事情嘛 接下来就由大叔师三棍 为大家完成最后一次表演 红色钥匙归我了 等等 哦红 围赞变团 算了 等一下再说吧 不能说出去 让老婆和表妹子的 这情况就找了好不吵气 替起砲打你一下 哈哈哈哈 打我呀你打不着 哎呦 看来你是很像战斗呀 那你是不可能硬帝 无敌是真的寂寞啊 算不得出 你已被锁定 怎么每赛都捡了啊 太卑鄙了 哎呦 就算一无所有 也不能放弃 不就是把红色钥匙吗 我就在这里等他自己 搜上门来 搜钥匙 钥匙到 假如红色钥匙 等等别打我 我说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有红色钥匙 我已经锁定好目标了 但是我需要再锁定一个好时机 老婆 老婆 人呢 老婆 叫你半天了 快快快 她来了 她真的来了 啥来了呀 没有时间解释了 打完就完事 哈哈哈哈 倒手 面团也在好了 这样真的可以做钥匙了 红色钥匙已经到手 刚刚只是热身运动 真正伟大的行动 现在开始了 大叔 你靠谱靠谱啊 到处都是眼见睛 你不会被抓吗 我找出好万球准备了 不信 你带我带回去看 我已经凭带着已经升到最高级了 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已经可以随便逛这里了 嘿嘿 老婆 要不要表演一个色彩色给你看啊 不过 这个地方也看起来太平平不起了 能有个啥线索呀 啊 这是啥 啥啥的 你看就有点麻烦 但总感觉 后面一定有宝贝 我得想个办法 算了 还是回去找老婆吧